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 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禁止五角大厦从中国的CATL和Bit购买电池 沙特阿拉伯成为电动赛车联赛的重要投资者 AMD创下历史新高 显示AI驱动的晶片行情还有另一个增长点 中国承诺与北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 侯赛因两度得分 伊拉克以二横线一击败日本 晋级亚洲被淘汰赛 请大家收看 美国禁止五角大厦从中国的CATL和Bit购买电池 彭博社 美国立法者已通过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一项规定禁止国防部购买中国制造商的电池 包括当代安培科技、比亚迪、Envision Energy、Eve Energy Gagayan High Tech和Hithium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这项禁令不适用于福特和特斯拉等公司的商业购买 这些公司使用了这些制造商的电池技术 该规定旨在将五角大厦的供应链与中国分离 并继续对中国半导体的使用进行限制 沙特阿拉伯成为电动赛车联赛的重要投资者 彭博社 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PIF 以投资数千万美元用于电动赛车联赛 以建立媒体影响力和绿色信誉 PIF在Formula E Holdings、Extreme E和EE拥有重要股份 凸显了该国在各种体育项目上不断增加的投资 旨在建立文化影响力和后石油经济 PIF的投资可能使沙特阿拉伯成为 Formula E系列的有价值的未来投资来源 Formula E的首席执行官杰夫、多姿表示 如果沙特阿拉伯对投资体育 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感兴趣 该公司将乐于与其进行对话 AMD创下历史新高 显示AI驱动的晶片行情还有另一个增长点 彭博社 芯片制造商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的股价本周上涨了12% 超过以人工智能位重点的NVIDIA 原因是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的第四季度业绩 结果提振了投资者对半导体行业的信心 自10月以来 AMD的股价上涨了约65% 超过了NVIDIA的增长 巴克莱银行 巴克莱银行 Susquahanna Financial 和T.D.Cowen的分析师 已经提高了对AMD的价格目标 其中巴克莱银行目前设定的最高价位 每股200美元 中国承诺与北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 南华早报 中国表示将与北韩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以应对南韩和平壤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首席刘建超 在北京告诉北韩特使力龙南 中国将加强与北韩的战略沟通 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 此举是在北韩上周对美国 南韩和日本进行的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三边演习之后 北韩测试了其海尔富5横线23 具有核能力的水下攻击无人机 侯赛因两度得分 伊拉克以二横线一击败日本 晋级亚洲杯淘汰赛 美联社 伊拉克在亚洲杯中 以二横线一击败日本 爱门 侯赛因为伊拉克攻入两球 这场胜利让伊拉克在第一组中 以两场比赛的六分领先 确保了他们晋级淘汰赛的席位 四次冠军和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位居第二 得到了三分 随着乌克兰战争拖延至2024年 中俄贸易是否会继续飞涨 南华早报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扩大他们的贸易关系 探索包括汽车和农产品在内的新合作领域 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了制裁 但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然而分析师警告说 西方国家的制裁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双边贸易 并且有担忧中国可能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 因为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了生命线 克林斯曼在指导孙新敏时感到开心 但南韩失去了一名守门员因前十字任带受伤 南华早报 据教练尤尔根·克林斯曼表示 韩国将为亚洲杯的鱼下比赛而战 并将金城奎的伤势放在心上 金城奎将由赵贤佑取代 如果韩国在星期六在阿尔苏玛马体育场击败约旦 他们将晋级到16强 克林斯曼表示 对于在首场比赛对巴林时有5名球员收到黄牌的情况 是由个人来处理情况或承担后果 叙利亚一个有残疾儿子的家庭被遗弃 尽管英国承诺重新安置他们 英国独立报 一个逃离伊斯兰国并获得英国安置的叙利亚家庭 正为他们年幼的癫痫并儿子的生活提供困难 因为他们等待迁居已经快四年了 这个家庭已经等待了将近四年才能被带到英国 他们的钱已经不够买要给他们七岁的儿子 他在伊拉克无法接受适当的医院治疗 英国政府最初在2019年12月 打击赛事操纵和其他体育犯罪行为的培训计划 这项培训计划由廉政公署 ICAC主导 有43个管理香港体育的机构的成员参加 这项倡议旨在确保比赛的公正性 并保护香港的体育声誉 培训包括对以往案例的分析 和有关诚信管理的讨论 这项计划得到了竞争事务委员会 香港赛马会和统一体育诚信财票的支持 在困难时期的赛马界 但在香港你不会察觉到这一点 南华早报 由于财务损失 澳门唯一的赛马场将于4月1日关闭 澳门赛马公司报告累计亏损超过25亿澳门元 3.1亿美元 政府表示赛马未能产生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新加坡 克兰之赛马场将于10月5日举行最后一场比赛 结束了新加坡赛马180多年的历史 中国机器人像海豚一样游泳 能够检测SAR-CoV-2和其他病毒 笨文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柔软 无线和无电池的电磁游泳机器人 可以在难以到达的地方监测化学和病毒分子 这款机器人受到海豚尾巴的启发 可以用于追踪污染物的来源 并将数据传送到智能手机上 测试显示 这款机器人在狭窄空间 如管道 中进行实时监测具有潜力 在测试中 这款机器人已经检测到病量化了氨 氯化物和SAR-CoV-2病毒的颗粒 研究人员表示 监测管道等封闭空间 可以增强公共卫生 并帮助追踪污染物的具体来源 2023年最佳短期呼叫属于业余的肮脏泡泡侦探 彭博社 一位名为Dirty Bubble Media的一年级医学住院医师 被评为2023年最佳空头卖家 詹姆斯 布洛克在调查加密货币世界时偶然发现了Signature Bank 他在2023年1月10日发表了一篇对该银行的严厉批评 称其在与谁做生意以及持有多少钱方面都不谨慎 两个月后 该银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银行倒闭案例 布洛克的博客吸引了约2万名订阅者 其中包括对冲基金和监管机构等有影响力的读者 该博客还发表了关于Signature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和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的报告 布洛克对数字资产领域持怀疑态度 尽管上个月现货比特币ETF的出现表明监管机构 对其日益接受和转向主流的态度 困惑的香港基金要求美国银行解释股票损失 南华早报 今年中国股市的下滑令香港基金经理感到困惑 这是自2016年以来最糟糕的开局 导致下滑的原因各有不同 包括美国货币政策区域鹰派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反腐行动以及有关基金清算的猜测 尽管情绪低迷 一些投资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并不像股价所示的那么糟糕 目前中国股市的风险回报比是偏向上行的 因为估值低且投资者持仓较轻 深圳湾边境的香港边境管制站将在假期期间全天后运营 南华早报 据南华早报 获悉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当局预计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将全天后运营深圳湾管制站 在观看除夕烟花后 数千名中国内地游客在等待过香港边境时 曾经遭遇长时间的混乱 中国对沙安IPO计划的审查显示监管机构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彭博社 中国快时尚巨头沙安被中国证监会告知 在计划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之前 必须根据新规定接受监管审查 尽管沙安数年前将其全球总部签至新加坡 并从未在中国销售产品 但中国证监会表示 该公司仍必须按照在中国以外上市的公司所需的审查程序进行审查 此举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并引发了北京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能加强资本管制的猜测 此外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目前正在审查沙安的数据处理做法 作为监管审查程序的一部分 审查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并可能导致IPO延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美国禁止五角大厦从中国的CATL和被购买电池 这项禁令旨在将五角大厦的供应链与中国分离 并继续对中国半导体的使用进行限制 这对于中国的电池制造商来说是一个打击 但同时也给美国的电池制造商创造了机会 其次 沙特阿拉伯成为电动赛车联赛的重要投资者 这显示了沙特阿拉伯在各种体育项目上不断增加的投资 旨在建立文化影响力和后石油经济 这对于电动赛车联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可能会为其带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然后 AMD创下历史新高 显示AI驱动的晶片行情还有另一个增长点 AMD的股价上涨的原因是台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的第四季度业绩 结果提振了投资者对半导体行业的信心 这对于AMD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对AI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 接下来 中国承诺与北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 这是对紧张局势升级的一个回应 并表明中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性 这对于地区的稳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也为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此外 伊拉克以二横线一击败日本 晋级亚洲杯淘汰赛 这是一场令人惊喜的比赛 伊拉克以两球击败了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 这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也让他们在亚洲杯中确保了晋级淘汰赛的席位 最后 叙利亚一个有残疾儿子的家庭被遗弃 尽管英国承诺重新安置他们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这个家庭已经等待了近四年才能被带到英国 他们的儿子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 这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我们看到 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些是积极的 有些是令人担忧的 作为观察员 我们需要关注这些事件的发展 并思考他们对我们和世界的意义 现在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一起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